我的卷子都已经传出来给你传出来 我们是做了两种 近日 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原藏医生赵颖和同事交流检验方法的问题 2018年7月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医生赵颖 随第四批原藏医疗队来到了拉萨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西南部 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 空气稀薄 素有世界污脊之称 刚入葬 原藏医生们就面临呼吸困难 头痛难忍的挑战 他们一边调节身体 一边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确实是刚来到高原以后 身体还是有很多的不适应 就是头会剧烈的疼痛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前面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才真的比较适应这边的生活 因为气压不够 有些医疗检验设备无法正常运行 需要采用外加增压设备进行增压 此外 对于检验科的原藏医生们来说 还需要建立一套 符合国际标准的实验室运行体系 如果没有标准的实验室运行体系 就无法保证所有检查结果有效准确 会影响一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很多患者还需要到内地的医院 重新做检查 之前我们要通过那个ISO的认证 ISO15189的认证 我们从第一波老师开始 他就带着这些同事 检验科的同事 建立文件体系 就是很多很多的文件 标准化的操作流程 这方面之前没有 他们也是加班加点做出来的 经过四批原藏医生 以及当地医生们的共同努力 2018年11月 赵颖所在的西藏自治区 人民医院检验科 通过ISO15189 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 成为全国海拔最高的 符合国际标准的医学实验室 然而 长时间的高寒地区的工作 让赵颖的身体也经历了考验 我来之前心脏已经做了采照 是没有任何反流的 但是我半年 就是我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们医院又给我们再体检了一次 已经有反流了 其实就是学医的人 他肯定都懂 这些是不肯定的 有些情况 心脏三间半反流 是心脏血流异常的一种病症 反流的诱因之一是缺氧 严重时将导致诱心衰竭 尽管困难重重 血液高原上的原藏医生们 却从未放弃 经过努力 医院里科检查的项目不断增加 很多患者不用再去外省市看病 这让原藏医生们感到欣慰 但离开家人 远赴三千五百多公里外工作的赵颖 对家庭有些愧疚 就这样 其实怎么会跟家里联系呢 还好 还好 我们一般视频还是比较多的 说起家人 赵颖的眼泪多况而出 她的女儿刚刚升入小学时 她就来到了西藏 没能陪伴孩子成长 对她来说 女儿一直是莫大的牵挂 但她心里还是有这个影响 她还是有影响 前两天老师刚给我打电话 搞妆上 说她不太好 但她可能是心里还是缺乏了 那个关爱吧 她就想引起人注意 可能就 有时候 插话呀或者什么 让老师很生气 尽管思念家人 原藏医生们还是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 随着当地医疗水平不断增强 患者们对医生越来越信任与尊敬 对就是我们穿白大衣这样的这个医生 然后他们是很尊敬的 他们都叫医生 叫安吉拉什么门巴 都是比较尊敬的 安吉拉就是天使的意思吗 他们其实还是很尊敬这个医生这个行业的 自2015年6月医疗人才组团室原藏工作启动以来 西藏自治区新建和优化重点科室85个 填补刷新了988项区域内医疗技术领域的空白 各市相继建立三甲医院 赵颖说 作为原藏医生 她深感骄傲 作为母亲 她想成为女儿的骄傲 她还是觉得挺骄傲的 然后她想来 说妈妈我要去 你带我去吧 我就跟她说 等她放暑假的时候让她过来 然后还是会带她过来 对对对 然后我会跟她说 这边也还是很好的 然后告诉她有 有藏庄啊 然后有可以编小辫子 可以让她来 然后她就很憧憬